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便祭奠 人去世之后在不少地方都保留着祭奠的习俗 有些地方会把家里的老人遗像放在显眼的位置 每当逢年过节都要置办三生来祭拜 特别是在老人的祭日 家里的亲人都会聚在一起祭拜 把老人的遗像放在家里显眼位置 方便后代们祭奠 三 铭记老人的贡献 教育后代子孙 有些老人对家庭的贡献很大 个人有很大的人格魅力 他的离去让子孙们悲伤不已 亲人为了铭记老人 把他的遗像挂在家中 是希望后代以长辈为榜样 努力进取 争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时间久远 亲人害怕后辈忘记先祖的贡献 留下老人的遗像是告诉后辈 自己祖上曾经很显赫 激励后来者 二 遗像摆在哪里风水好 一 放在家族祠堂中 在不少农村地区 有建立祠堂的习俗 像我所在的农村 不同姓氏 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祠堂 祠堂是供奉先人的地方 那是这个家族灵魂和文化的集中地 族人会把家中 去世老人的牌位和遗像 放到祠堂里 一是方便逢年过节进行祭拜 祭拜先祖并非迷信 而是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哀死 而是让族人更加团结 更好延续家族的祖训或者族规 在古代 团结就是力量 族人团结一致 可以提升家族的威望 也可以用先人的事迹来教育后代 所以把老人的遗像放到祠堂里 那是最好的选择 在那里 族长会按照辈分安排老人一项的放置位置 让后辈们清除自家老人 在家族传承中是属于第几代 二 制作成小照片贴在墓碑上 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行火葬制 火化之后会把骨灰放到骨灰盒里 再找一处墓地埋葬 墓碑是石刻的或者石柱的 上面不仅刻有侍者的姓名 祭日等信息 还留着一个位置 可以粘贴侍者的遗像 那么清人可以将老人遗像 处理成黑白的小照片 把遗像处理之后 镶嵌在墓碑上 可以保留很长的时间 每当清明时节 清人去扫墓的时候 就可以瞻仰仙人的遗容 让后代知道先祖的模样 再说说先祖的贡献和事迹 以此来教育后代 三 制作成电子照片放在网络上 老人的遗像就是一个影像 以前摄影技术落后 老人去世之后 生前留下来的照片 大多被亲人烧掉 只留下一两张照片作为纪念 现在数码技术发达 老人虽然逝去了 他生前会留下许多 充满生活气息的照片 对于这些照片的处理 没有必要删除 可以在网络上建立一个电子相册 把老人的照片放在里面 哪一天想老人了 打开来看一下 仿佛时光倒流 可以深深怀念老者 电子相册不仅可以留下老人的照片 还能留下老人生前留下来的视频 以后打开电子相册 就如看电影一般 真切感受老人的气息 在农村 有些人家家里的房子较多 他们会把逝去老人的遗像 集中放在某一间屋子里 在屋子里放置一个柜子 只要是家里有人去世 留下来的照片通通放在里面 逢年过节 想要祭拜的时候 再把遗像拿出来 这样遗像不会饱受风吹日晒 也不会沾满灰尘 可以保留较长的时间 若是在城市里 没有多余的房间可以收纳 有的人会把遗像 放到收纳箱或者衣柜里 这也是妥善保存遗像的一种方法 五 把遗像放在家中的神台 一般在农村 家中堂屋的条山基上 都会供奉神像 也就是所说的神台 摆放位置也有讲究 一般神像居于正中 遗像放在神像的两侧 遵循男左女右的原则 六 把遗像挂在照片墙上 如果自己的村上没有祠堂 家里房间空间不足 也没有神台 可以把遗像放到照片墙上 一般把遗像放在照片墙上的右上方 因为右上方是上位 表示对逝者的尊重 七 把遗像放在书房 在城市中 有许多人选择把遗像放到书房里 书房是等习获取知识的地方 遗像放在书房 寓意可以鼓励孩子读书 能够保佑自己的子孙 学有所成 金榜提名 三 哪些地方是不能放置遗像的 一 不要挂在厅堂中 小时候的经历就足以证明 把家中老人的遗像 挂在厅堂显眼的位置 会对小孩造成一定的影响 人的心理是相似的 大人们心里虽然成熟一些 但是把一张黑白的遗像挂在厅堂中 也会受到影响 哪怕是至亲的人 如果半夜起来 在灰暗的灯光中 瞥见墙上的遗像 会把自己吓一跳 因为厅堂是家里会客的主要场所 客人来访时 看到逝者的遗像 心里会很不舒服 若在厅堂吃饭 总感觉有个人盯着 会很拘谨 更不敢随意喝酒开玩笑 这样做似乎对先人的不敬 二 不宜挂在厨房或厕所边 厨房和厕所是家中重要的位置 一则跟吃饭有关 另一则跟排泄废物有关 在这两个地方挂老人的遗像 是对老人的不敬重 会让客人认为 这家人没有教养 不懂得尊敬长辈 三 不能放在孩子的卧室中 有的家庭孩子是长辈大大的 老人跟孩子感情深厚 于是老人去世之后 由于家里空间有限 就把老人的遗像放在孩子的卧室中 这样的做法很不妥当 因为孩子年幼 心智不成熟 有的孩子喜欢看鬼片 想象力丰富 容易自己吓自己 再说 遗像大部分是黑白色的 放在房间里 有一种诡异的感觉 让人看了感觉不舒服 长久会对孩子心理产生影响 因此 最好不要把遗像 放在孩子经常看到的地方 四 不要放在老人的卧室里 少来夫妻老来伴 有些老人留下另一半 先走一步 老人夫妻感情深厚 一个人去世了 另一个人心里很难接受 就强烈要求 把先走的那个人遗像 放在房间里 这种做法也是不妥当的 我们可以理解 老人同时伴侣 这种悲伤的心情 但是正由于 他们的心情过于低沉 为了他们身心健康着想 不让他们堵物思人 老人在家中 经常空闲的时间多 如果经常沉浸在 悲伤情绪里难以自拔 很容易走向极端 生活中有一些老人 另一半先走了 没过多久 另一位也跟着先逝 就是因为他们悲伤过度 身体受到了影响 所以尽量不要让 另一半看到逝者的遗像 五 不要放在杂物间 或者房间的角落 有的人家里有杂物间 老人去世以后 大部分的照片被烧掉了 留下的一些黑白遗像 会被他们放置在杂物间里 这对老人显然是不敬重的 不让人觉得遗弃老人 虽然老人已经去世 生前要尽孝 死后也不能过于马虎 六 不宜放在阳光灿烂处 阳光灿烂的地方 比如说阳台 玻璃房这些地方 都不适合 因为遗像从阴阳上来讲 是属阴的 放在阳光明媚的地方 与其属性不太浮 时间久了 遗像也会氧化变黄 百里不同俗 千里不同风 有的地方是不允许留遗像的 去世后就烧掉了 对于遗像摆放位置 只要不太违背常规 心中有爱 天堂的亲人 肯定会保护你平安幸福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